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 Peace GTC 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如果你是心想 我想买一只 2万马币2万不到 讲白点就是大概马币1万5左右 15000左右 但是我要非常有名气 而且就是所谓真的是名表 一看下去人家就是觉得 佩服你 觉得你真的是失货 有料的那一种 而且我要保值 甚至会争执 而且这个表要有历史性 要有故事性 然后戴上去要非常的帅气 而且每一天佩戴的时候 非常的舒服 可以很适合这个热用的 百搭热用款的呢 我非常推荐你看完我这一支影片 今天你也看到标题 我们今天要开箱跟推荐介绍的 就是我演你看到的这一支 Tudor Black Bay 1958 1958 这个系列 那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是要感谢一下 这个Andy Chan 这个钟表师达人 你可以收一下他的YouTube频道 Dekai Ross 他在Empire Subban这一边 那有什么手表想维修的话呢 还是可以来找一下 我这位朋友 或是你对这一支表有兴趣 我在这边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到最后影片 如果你不喜欢看开箱的话 可以跳到去 中间那个部分 我们就会分享一下 我个人 我小刚对这一支表 的一些心得 跟一些 我觉得非常非常独特 跟这一支表的特点 那废话不多说 这支表 其实你会看到 他其实有一点像 因为大家知道 Tudor是跟这个劳力士 是就是同一个公司的 即使是你去他的这个 Service Center 都是 他劳力士 你的那个地多 Tudor表还是送往这个 劳力士的这个维修中心这边的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他 他是不会跟劳力士做的颜色一样 但是他用的东西 你会看到他这些格局 其实还蛮像的 所以你开盒子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是全黑的 他不是用青色的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这边还是有个 Tudor 它是一个硬盒 一个硬纸盒在这边 那之后呢 我们再看里面 就用了一个白色的 这种比较薄的这种海绵 这边就有一个自家地多的 这个logo 那下方呢 其实他还蛮特别的 它是做硬的 那上层这边 它是有一点带有气压的 那一种感觉的 那下面呢 他就跟劳力士还蛮像的 你会看到这边Tudor Genief Swiss 这边会写着 其实还蛮跟劳力士有那种感觉 诶 还蛮有这种亲切感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玩 收藏劳力士多的话 你就会了解我在说的是什么 那一开箱子 你会看到盒子 这边 里面都是用一种比较短毛的绒布 来做衬托的 这边有Tudor 这种它的这个logo 一看这边里面 除了我们先等一下稍后再看表 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些暗格 给你来看放一些配件 或是一些就是它表带 那再把这一支红绳拉上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里面的这一些 所谓非常重要的 那你会看到它型号这一支 就是79030M Tudor Heritage Black Bay的这一个 1958这个系列 这个它的这一种 最重要的就是跟劳力士一样的 千万不要弄不见这一张 你少了这张卡 这个价格以后也会掉一个几千块 所以一定要收好 它这个出生纸 这个certificate一定要收好 那再来你就会看到有一个Tudor Guaranteed Broker 这边officially chronometer certification workwise service network 这边就会跟你说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可以回去看一下 还有user manual 这边有两本 所以总共会有两本小小的圣经 还有一张 是一个 这个 它的这个出生纸 最后你会看到表这边部分呢 它也是有一个它这个 帝多的 这个好像劳力士 类似它有一个tag在这边 那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下 这一支就是表的本尊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这一支表呢 我先说一下它的list 我们来放这 让大家看一下 那这一支表 它的一些小小 不是它list 我会说这一支表 为什么它会和 自从2018年一推出之后 为什么它会和这个 这个Tudor的GMT 或是有些人读Tudor 我们来 一般人叫帝多 Tudor这个GMT 为什么会那么红呢 那如果想看回TudorGMT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那我们说到这一款呢 我个人啊 对于我来说 其实这一支表 你收一下它的历史 其实它是会复刻 复刻回当时候 1958年 所推出过的 Tudor的那一个潜水表 我觉得这一个是 每个收藏家 都非常非常期待的 而且它复刻的刚刚好 有那个 不多不少刚刚好那个味道 因为39mm 如果你是复刻在 因为我觉得复刻表非常难做 如果你做的不到味道 如果做那个尺寸size 也不对的话 那你这个复刻表就会卖的 可以讲是那个销售量 真的是惨不忍睹 但如果你做到 真的是有达到人家心目中的 那个预期的话 我觉得这一支表会非常非常的红 尤其是而且它有一定的吵架 这一支表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那它的规格就是坐在39mm 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 一般为什么人家会喜欢这一支表 也是因为它的尺寸39mm 那大家也知道 之前的Tudor Black Bay 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致命伤 就是在于它的表 因为大家也知道 41mm 43mm那些 那我说之前Tudor Black Bay 我单单只是说41mm的那个款式 41mm的规格就好 它的厚度呢 一定是非常的厚 基本上超过14mm 那它的那个Luck to Luck 也是超过51mm以上 所以对于一般的手腕的人来说呢 不是说非常粗大 不是说体格 不是说非常健壮的话 不是非常壮的那种的话呢 那戴手上真的是非常的 会比较累 那也变成了不适合太过一个Daily Watch 我们说不是太过适合这个Root用佩戴 那这一支呢 我个人觉得你看啊 它把这个41mm一拼 一次过缩减到去39mm之外呢 那它表带的部分呢 从22mm也缩到去20mm 那这一个也是非常非常完美 非常棒的一个特点 那再来就是它厚度 这个真的是要大大称赞一下 厚度也一拼 减肥瘦身非常成功 减到去11mm左右 然后Luck to Luck 这边表额到表额 就只有46到47mm左右 其实你听一听这个规格 就跟老力士的那个Rollex 探险者 Explorer 1非常的像 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啦 在市场上大卖的一个特点 因为这个规格啦 实在是太过太过适合 真的是我觉得全球的人啊 不论是男生或女生啊 老外啊或是我们亚洲人啊 都非常非常适合佩戴 再来就是说 我个人在你会看到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面盘哦 我们来镜看一下 那你会看到它面盘的部分哦 它是没有做了 没有采用这一个 日期的 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复古表里面 我觉得复刻表啦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你看它 你觉得是细节 但是在这个表迷的心中 却是一个非常 一个 做得好就一个致命伤 做不好就是 做不好就是一个致命伤 做得好 人家就是你的表就会非常大卖 你看到吗 因为这些细节上的部分哦 真的是要做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独特 才会有那个味道哦 那少了这个日期窗哦 就更加有更加的那个 更加有那个 复古的味道啦 那这一支表也是 因为很多在也知道了 市场上现在主打说 哦 我都做了复古 我复古复古 那其实都会有一个日期的 那这个就觉得 让人家有一点 呃 挑啦 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啦 那这支表 我觉得根本不用去挑 而且它面盘 你会看到 哇 真的是做得 呃非常的 大啦 那个颜色 你看它采用这种 呃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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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面黑色的处理的方式 然后再用上来这种 金色的刻度了 金色的 框色的这种 index 然后一点 带一点奶黄的一种 呃 也是做旧的一种 叶光 这种涂层漆料 然后 字样哦 它这个音刷在面盘上面的字样 也是一样用的这种带金黄色的哦 所以整支表哦 那个复古的位置 非常非常的大 位非常的重的啊 就没有一种让人家觉得花蛇天竹的那个感觉 做得非常非常的棒哦 地落 这边就写着200米防水哦 这个chronometer officially certified 这边这种潜水的单转向的这个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哇 这个感觉非常有劳力 是submarina那个感觉哦 这个真的是要大赞一下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就是呃 面盘 我小刚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哦 那在那看到侧边的部分呢 哇 做得非常的非常的薄 这边还有它自家这个旋入室 这个龙头啦 这边有刻上它自家这个地多的这个logo啦 那再来看到链带的部分呢 这支表是采用这个全不锈钢啦 Standard Steel的 那你会看到它这个旁边 也是一样做了这个柳钉的部分 也是一样哦 非常有那一种 带出那一种复古的味道啦 你看到 哇 整支表真的是 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啊 那再来看后面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哦 它这边就 表扣的部分呢 就用了这种地多 我自家这种类似比较有一种 盾型的那一种 呃造型啊 非常的漂亮 真的这个链带是做了非常非常的扎实 一样也是背盖是没有做透背的 好像劳力士一样 那你看到表镜的部分呢 哇 这一种 有一点稍微有一种古起啊 这一种 带出的这一种呃 呃 这个外表好像复古这样子哦 那基性也是一样 因为以前的人是经常都在吐槽这个 Tudor这个品牌啦 用很多这一种 ETA 呃 这个外 这个第三 这个 呃 这个supply out source supply的这一种 机性啊 那这一支呢 完全就是换上了这个 地多这个MT啦 manufactured Tudor这个自家的机性哦 动力储存是高达70个小时的啦 然后它是属于一个高阶的机性啊 有这种silicon baron spring啊 然后这种有一定的这个抗磁的功能啊 而且还有就是哦 你别看他70个小时哦 他的这个凭震率是28,800 他是没有把这个凭震率调低 所以他的这个凭震率哦 Bits per hour还是28,800 这个Bits per hour的这个 这个算是这个高凭震的这个机性 呃 这些都是我个人觉得 从内到外哦 都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规格啦 加起来了啦 令到这一支表在市场上啦 其实他 他这个价格哦 是比市价 比原定的价格哦 呃 卖的比较高了 是我们所谓有一定的吵架啦 所以除了这个Tudor的Black Bay啦 呃 呃再来就是这一支Tudor的这个 呃 1958 就是我个人都非常推荐的 呃 再来最后要说到一点就是 呃 影片结结束之前呢 我想说呢 如果有人说你是 哎呦 你买地多 买Tudor啦 就是因为说啊 你买不到劳力士啦 哦 你才买这个地多啦 Tudor来 来安慰一下自己呢 我个人觉得千万不要这样想 因为布林是我之前介绍过的 Tudor GMT也好 甚至你眼前 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支 1958也好 我跟你说 你基本上去到这个专柜 你去问他或是代理商啦 基本上都跟你说没有货 基本上都要排队啦 还是什么之类的啦 那些啦 所以 我个人说 你买到的话 一定要觉得你 真的是非常的好运 非常的幸运 而且要自豪 真的是戴在手上 要感到骄傲 这一支 今天就是我小刚想推荐的 这个Tudor 呃 这个 Black Bay 1958 那我们下期世界模式 小刚